台灣民意基金會 他昨天所做出的最新的民調 民調調查時間點是在9月22號跟23號 也就是國民黨的黨主席投票之前 但是這民調在昨天發表 不過這個時候朱立倫已經當選了 所以這是不是有點給朱立倫打臉 因為其實國民黨在選前的時候 江啟成那個時候還特別講 強調他們國民黨的民調的政黨支持度 是第一的 是贏過民進黨 但是最新的民調卻是 民進黨拿下三成 國民黨19.3% 而民眾黨跟他們差距其實算蠻小的 只有6%13.3% 而且最慘的就是 其實如果來看六都的話 國民黨的民調跟民眾黨不見得占到好處 甚至像在台南跟高雄 民眾黨的支持度都大贏國民黨 像在台南的部分 國民黨只有7.4% 民眾黨有16.1% 那在高雄部分國民黨也才13.3% 那民眾黨有17.7% 另外呢其實我也注意到了在 譬如說在台中的部分 國民黨其實也沒有多高 才19.4% 而且民進黨是30.1% 那民眾黨是14.6% 國民黨在選黨主席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了 因為他們40歲以下的這個黨員的比例 只有3% 大部分都是LKK 老Coco65歲 70歲以上的 這就佔了5、6成以上 佔了一半以上 那現在呢 因為整個一個黨員結構的關係 他們往所謂的比較通吧 或者是說深藍這邊靠攏 當然張亞中一直有這樣的一個形象在 所以呢他在這一次拿下的選票蠻多的 6萬張選票 在選黨主席之前 我相信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張亞中是誰 他可能他以前雖然選過總統 也選過黨主席 但是大家真的不知道他是誰 但是這一次他真的是像黑馬之之 那現在大家都很關注他說 他接下來要幹嘛 朱立倫昨天去看他 他就問他說 你會想要選高雄嗎 張亞中他也有回答 那今天張亞中的最新回答 大家也很關心說 他到底會選高雄還是台北市 因為他在這兩個地方 他的選票幾乎都在跟朱立倫伯仲之間 不過我覺得如果就選票的這件事情來講 因為這個選票的母數 是來自於國民黨的黨內選舉 所以具有投票權的只有國民黨黨員 那是不是能夠說張亞中他在台北的這個部分 說他的這個南闊道的他的黨主席選舉 有將近42%左右 那高雄的部分有拿到38%左右 所以就來延伸說 張亞中有可能可以拿得下台北市長 或高雄市市長 我覺得這個是在母數上面 基本上認知是一個混亂的 所以他不能夠拿來做這個比例 但是其實當朱立倫去問他說 你不會想選高雄吧 我認為他的問法當然不是說 你去問說他要不要選高雄市市長 而是他有沒有可能在國民黨的黨內初選 這一戰裡面先出來搶 那這個其實對於國民黨來講 他就會產生他認知上面 他可能就會產生混淆 因為很簡單嘛 你光看這段時間當張亞中 這個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國民黨基層只要要出來選舉的人 都很擔憂說如果他選上了 或者未來他如果成為選舉的領頭羊的時候 會不會拖累地方選舉上面 因為這個其實你要接受挑戰的 已經不是國民黨黨員的論述的問題 而是他的母數擴大到全體的選民 那我認為這就回答了您剛剛第一個 第一個的問題就是說 那為什麼國民黨在這一段階段裡面 他很難去拿到年輕民眾的這個支持 因為很簡單 兩岸的論述基本上在現在來說 如果按照他們現在的這個邏輯來講 比較難獲得多數人的認同 這就是為什麼前一段時間有提到說 現在的年輕人就很多叫做天然獨 你不用跟他特別強調統獨之間的問題 因為他的生長環境跟他的邏輯跟他的思維 他就不認為兩岸的這個論述裡面 會比較像是張亞中他們所說的 所以問題就來了 當朱立倫去問他說你不會想選高雄吧 那張亞中的論述是這樣 他說他目前沒考慮也沒打算 但問題是他提出另外一個方向 他說如果你只是要派一個最強的人去打高雄 是不夠周詳的 意思是什麼 他的講法是這樣 民進黨已經在高雄 已經耕耘了這麼久 盤根錯節 然後要刨了 太難了 人對人的對決他不覺得是有把握的 但是他說要從思想論述上面去刨民進黨的根 這個會讓我想到他根本是想選更大的 他是想選總統 我倒這樣覺得 就是說什麼叫做思想論述上去刨他的根 我認為如果只是用嘴巴講的 因為思想論述某種程度是用講的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跟實際上選舉上面 大家會觀察到的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如果說的話 大家都出嘴就好了 那我認為他當然可能談的是當年的韓國瑜現象 但是因為韓國瑜現象很快就幻滅掉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呢 也有人問他說你台北市要不要選 這個我老實講 他講的就發展更具體 你知道因為他直接講的是蔣萬安 他過去曾經批評蔣萬安說他有末代王孫的想法 很簡單 他說以前人家在罵蔣家的時候呢 你蔣萬安也沒有因為你是蔣家的身份就出來講 他認為這個就是末代王孫 你如果被批評之後 他試圖跟前面的權位先切割掉 他批評的就是他這樣子 所以他有提到就是說 你台北市的選舉呢 前面講的都一樣 不要把它放在人的部分 但是因為他以前曾經批評過蔣萬安的這一塊 有很多人自己講說 他是不是真的也出來要選 不過他昨天跟朱立倫來會面的時候 他送了朱立倫實至真言 而且他還特別要求朱立倫要做一件事情 是什麼事情呢 我們先來看到他所送的這個真言叫做 依法不依人 依智不依事 有人說這其實是這個佛家語 是佛家的一個說法 那他要求做到的是什麼 他說要朱立倫幫他來澄清紅統 他說這是對他相當重要的事 而且對國民黨對他支持者都是很重要的事 他真的有這麼在意吧 他很在乎紅統的這件事 你光看這個選前的幾個 幾個他的只要談話裡面 他就一直講說他的立場佔成統 但你不能把他把紅給他放上去 但問題是紅統這兩個字誰說出來 我跟你講很多是跟朱立倫有關係 因為他們就講說你們又不能變小紅 又不能變小桶 又不能怎麼樣的時候 其實對於張亞中來講 張亞中當然會覺得就是說 他覺得在裡面受傷 但是我老實講 朱立倫那個澄清到這個階段裡面 對誰有用 我老實講 你最多只能說服國民黨那些支持者 可是國民黨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他的支持者論述 其實就都已經分兩派了 所以我認為張亞中 真的就是一個很老實的學者 他一直覺得說那個東西對他有傷 他就出來 可是我覺得朱立倫更想的是 我的那個習近平給我的賀電裡面 有叫我統一 那他也很怕跳入那個 紅統的那個朝舊裡面去你知道 所以我覺得對張亞中來講 他當然現在就現階段來講 他人氣是很旺 但是這個人氣在國民黨的狀況裡面 如果他未來沒有更多的這個發展的空間 他又回到了所謂孫文學校那個論述 那我覺得他很有可能到最後就變他自己的說法 就是國民黨有需要的話 孫文學校都一定會給予支持跟協助 可是在過去一段時間你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其實之前孫文學校到底做什麼事情 其實一般民眾真的完全不了解 不了解他到底做了什麼樣的東西 雖然他說他自己也是智庫 然後對於什麼兩岸啊 對於什麼經貿啊 都提出很多建言 但是這個建言是大家完全看不到 反而是他在這一次選舉了 選了黨主席之後 才被人家看到這個人他的思想 他的說法是什麼東西 那當然像林俊哥剛剛講說 大家都在撇清所謂紅筒 不過現在來看到這一張 這一張是最新的一個成立 叫台北智智慧這樣的一個照片 一個宣傳 林俊哥你能想像到 吳子嘉董事長趙少康先生 跟張亞中還有羅志強 這四個人竟然同框 而且今天還一起直播 記不記得張亞中還有批評過趙少康 現在怎麼會這樣子 而且這個裡面完全沒有朱立倫 是什麼呢 朱立倫被靠邊站嗎 他們成立一個叫做台北智慧 你怎麼看這件事 與其說張亞中批評過趙少康 不如說他們上次在這個 網路直播的節目裡面 趙少康是非常質疑張亞中的 也就認為他的路線上面 基本上是已經不可行的 而且還有講說你怎麼去信任老公或怎樣 那更不要講說吳子嘉跟他們立場 又完全都不相同 所以我認為當然對他們來講 這四個人都有很精準的市場判斷力 因為他們很清楚的知道 在這個節骨眼上面 四個人能夠湊在一起 光這件事情就已經有賣點了 因為大家會想知道 就是四個可能在立場上面 跟想法跟做法完全不同的人 那怎麼樣在這裡面 去成立這樣一個東西 但看起來 因為他其實是用民調公布的方式 那這個民調其實在這四位裡面 我認為他都會到了一個各自解讀的程度 所以與其上面說他們是一個合作 我倒覺得他是在媒體上面 吸引到了一個非常大量的目光 所以搞不好這個民調 會有他們各自不同的解讀 那也是讓各個方府有各自的看法 這邊也要問一下冠婷 其實張亞中大家都很關注 他到底會不會接下來選2022的六都 尤其被點名的就是台北市跟高雄市 但是他今天最新的說法他是說 台北市他完全沒有考慮 因為他認為有羅志強還有蔣萬安 這些人都很優秀 至於高雄市我覺得他是有一點埋伏筆 因為他說現在沒有考慮 那明年呢或者是2022年底呢 你怎麼看 其實張亞中最大這一次沒有 贏得國民黨黨主席 但他已經確定是這一次 國民黨黨主席的選戰過程當中 最大的受益者 因為他從一個默默無聞的教授 現在一躍成為國民黨內 就算不是天王也是一個超級明星 那我們剛才看到 從張亞中趙少康 吳子佳還有羅志強 光是他們四個站在一起 可以引發這麼大的一個討論 其實現在就已經某種程度 大家都在爭取過去的寒流寒粉 現在的張亞中的髒粉 這一些他們在網路上非常活躍 他們在民間會是 後上討到處去講你好話的 這一群忠貞的國民黨支持者 已經變成是 雖然是國民黨內的少數 可是因為他們聲量非常的大 那這一切變成是 國民黨未來任何 有心想要選黨職 或者是想要選工職的人 變成是不可忽設一個力量 那我們觀察到 為什麼台北跟高雄 會不會特別會拿出來討論 其實主要是因為 張亞中在這兩個縣市 選得非常的好 那我們看到台北 其實照理講 我們認為朱立倫 在北部應該是蠻有優勢的 可是張亞中居然也拿到了42% 朱立倫只拿44% 所以大家無法想像 就是說在台北市 其實大家認為說 就算是黨員 然後還是說他的社經 各方面的地 他應該都會 好像相對於調性來講 比較喜歡朱立倫 可是張亞中居然在北部 也獲得這麼大的一個掌獲 那我覺得現在國民黨 就是陷入一個非常大的矛盾 其實我們看到前幾天 中國的習近平主席 他給予朱立倫賀電的時候 他特別提到就是 要為國家謀統一 那這個字眼其實讓很多 年輕的國民黨的支持者 甚至黨員 我們大概有很多國民黨的朋友嘛 其實大家就有點心驚膽跳 就是說那朱立倫要怎麼回應 感覺是習近平在給他出考題 可是習近平給了朱立倫這個考題 朱立倫很顯然沒有回好 朱立倫回答這個 習近平的這個回文當中 第一個甚至去指責了民進黨 說過去我們會有問題 是民進黨造成的 那第二個當然也是要講說 我要謀求最大共識 那後來大家引發質疑之後 朱立倫他的講法叫做 這叫求同遵義啦 可是在絕大多數年輕人的心中 為什麼現在國民黨 民調甚至很多縣市 比不上民眾黨 或被民眾黨追上 我覺得跟這有關 是因為我們看到國民黨的行為 已經變成是連共抗台 甚至有些人認為是連共滅台 那你一個國民黨的政黨 面對一個敵對的一個國家或政權 他在給你賀電的時候 他講說要跟你統一 可是你居然是跟著他一起指責 台灣的其他政黨 所以這個事情我覺得未來會有些重組 我覺得無論是談張亞中 還是談國民黨跟民眾黨的 進和的關係 最後都是回到一個核心 其實國民黨的支持者 多數還是認為應該以台灣為主體性 然後為台灣來好 然後不要跟中國統一 可是紅筒這個烙印 深深已經在這一次的國民黨的選舉當中 烙印在幾個國民黨候選人當中 而且這一些支持的人 雖然人數不多 可是聲量非常大 那張亞中他當然確實 應該有想法有下意 不論有人說選立委 選縣市首長 甚至不排除職工總統 他都必須要往中間修正 所以也才導致 為什麼他跟朱一倫 選後的這70分鐘的會面 也沒有給他很好看 要求他直接說 要在黨中央的機制當中 去替他曾經紅筒 那這件事情就顯示出 其實他們現在各方想要爭取不一樣 朱一倫他想要在這一次選戰 選完之後 他除了已經有黨的一個權力以外 他也希望讓這一切 因為選戰過程當中 支持韓國瑜 支持張亞中的人 也回到他的身邊 那張亞中是 還有政治未來的人 這一戰雖然輸了 可是他要往中間靠攏 所以想要洗脫紅筒的勢力 那我們大家值得觀察 不過我覺得問他們怎麼走 目前跟台灣的主流民意 真的是差距比較大 李孟你怎麼看 尤其張亞中 他現在對台北市 他是說完全沒有考慮 你會覺得蠻可惜 如果他來選台北市長 這一戰你如果在選市議員的時候 應該蠻好發揮的 我是認為國民黨人才積極 所以呢能夠到台北市 來選市長的話 我們其他這些台北市議員 當然是非常歡迎 那只是說就是剛剛也特別有講到說 國民黨在年輕人的支持度是比較低的 這一點是確實是如此喔 因為我們就看看說 他們現在講的東西都是20年前的事情 那你就想一下 20年前我們沒有智慧型手機 現在我們大家人手一台智慧型手機 那這是時代的變遷 結果他現在還在拿20年前的東西 然後跟大家說這個才是真理 那你要叫年輕人怎麼會相信這個東西呢 何況習近平他一直在不斷的推陳出新嘛 他有非常多的措施 不管是對台的恐嚇 或是說做了一些國防上面的威脅 那那些都是20年前我們比較少 在看到這麼積極的動作的 所以我認為國民黨 就像招亞中 如果他有意要參選 市長或是說總統的話 確實他必須要再往所謂的大眾的路線來靠近 也就是說他要洗脫他原本講的那些 就是要跟習近平統一或說合同 這樣的一個內容 不然的話其實他要在台北市參選的話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困難 但是我必須要說其實台北市 確實有非常多的支持者是支持張亞中的 就像我的大安文山區是 你感受得到 沒錯因為有地方的基層民眾會跟我說 張亞中真的非常的棒 然後他要投給張亞中選黨主席 他覺得朱立倫很爛 因為他覺得習近平就是要到台灣來 有非常多其實是在大安文山有這樣的選民 是老伯伯嗎還是他的年齡族群 年紀很大的長輩 對那也有一些是媽媽 那就是都會有覺得說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國家 我們台灣應該要跟中國統一這樣的一個概念 其實在大安文山是非常多的 那我想張亞中一方面還是得顧及這樣的一個選民 那但是同時間他還是得想出新的 有別於20年前的論述 才可能開創整個國民黨的這樣的一個新局